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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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留學生在日本住房越來越難了? 離開日本前欠了兩個月房租、砸爛了房間的牆壁 把信用卡刷爆了然後回國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族 最近是杭州亞運會對吧? 中共雖然一直在名詞上吃台灣的豆腐 唉,這就算了 但問題是什麼? 有一堆的舔共台灣人在貶低自己收割小粉紅的流量 這些人就是死守著中共不承認的中華民國台灣護照 死不入籍換他吹捧的中共果紅色的護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又是你啊,又是你啊 加油!加油! 行啦,你沒有什麼媽的喊在那媽的 隨時必備也能拿一百多美金牌 台灣世界也沒超過一百美啊 你們在主要的項目的對方 要是給你媽媽的吃飯粒大賽 你們能把作為會吃火炸? 哈哈哈哈哈哈 先出席,先出席,先出席 那可是亞運會唯一參加的省份 咱們國家的游泳運動員 一天的訓練量最多可以有20多公里 6天就是120公里 120公里啊 那不是從平潭到台灣啊 對啊,他們6天的訓練量就可以横穿整個海峽 所以啊,兩岸之間的距離看起來很遠 但其實也很近 好啦,希望每個解放軍都可以從平潭游泳到台灣打戰 好嗎? 你看,他裡面還說 你們也很厲害,你們是唯一參加的省份 所以,中國台北是中國的省份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是 多久了,你還在鳳梨 兩年前就說過了嘛 當初的鳳梨是被你們惡意契丹 不僅沒有合約契約的精神 你們以契丹為榮 果然我身邊認識很多以前在中國設廠的台商台幹 都說我們的廠高幹一定用台灣人 或是歐美人 非常非常極少的可能才會用到中國人 而且你們說的十八斤 換算下來,每個人一年吃九到十顆鳳梨而已 難道一年吃九到十顆鳳梨對你們來說是 非常可怕跟奢侈的事情嗎? 你要不要去看看一個台灣正常的家庭 他們一天吃多少水果 尤其是婆婆媽媽 兩年前的話題到現在還在吵耶 你知道最新的話題應該怎麼說嗎? 你剛拍的這個游泳主題 喔,中國隊都得第一對不對? 你們絕對游泳是第一的啊,世界第一耶 因為平時你們的腎上就在泄洪讓百姓練游泳 深圳人民練一次 廣東人民練一次 廣西人民又練一次 香港人也可以練啦 東北三省的人又練了 河北、桌州、霸州、天津部分的人也在練游泳 所以咧,你們怎麼可能不得世界第一耶 各個都是水行俠、水、南海、美人與美美 都是中華民族漫威或是迪士尼系列的啊 他們都是抄你們的啊 中國人專坑中國人的 不信嗎? 不信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另外,是我們國內的某些經驗只坑自己人 我以前在廣州的一個德子企業 那個企業裡都是德國人 水電費全免 中午、下午各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每隔十分鐘休息時間還給發飲料、發零食 在那裡上班,每個月它不會超過24天 每天不會超過8個小時 這樣算下來每個月還能拿個7、8k 後面那個管理層換成了我們中國的區域經理 吃飯的時間改了 從一個小時變成了45分鐘 最後變成了30分鐘 之前的休息時間是上下午各有10分鐘 先是上午的沒有了 現在下午的也沒有了 那些飲料啊、零食啊、水電補助都沒有了 原來8點上班、8點05分開線 換成我們國內的經營後 7點半就要過來開早會 你說我們國內的經營 論技術、論腦子都不比德國人差 他們根本就沒有社會道德 好的不做,偏偏走歪路 幹別的不行 好啦,這位騎機車的小夥子 他大部分說的我都同意啦 但我覺得他可能誤會了一點 就是他說 中國的精英論腦子、論技術 不比德國人差 但你們變通能力確實差啦 你們不會學以致用 沒辦法 因為正常來說亞洲的教育就是如此 那中國是更深化 畢竟他5000年以來都是這樣 而且你要說什麼 論技術不比德國人差 你要確定耶 德國公益跟中國公益品質有差耶 日耳曼德意志民族性 確實比所謂的中華民族 大將剛有秩序多了 而且除了技術跟腦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良善跟共情能力 但還是有粉紅認為西方人都很笨 帶他來看一下這條影片啊 洋人生下來的孩子 天生就是腦殘 古希臘文明有一個正神之神 叫什麼? 宙斯 宙斯娶的兩個老婆是誰? 是他的親姐妹 近親結婚 所以洋人生下來的孩子 天生就是腦殘 所以這是我們從醫學角度證明洋人 為啥智商不高 還有呢就是這個教育 洋人你一進那個學校 十七八歲一個美少女的雕像 文身上下一絲不掛 那所有的同學 誰還有心思在這學組織能力 坐在這教室裡邊 腦袋裡想的都是拜本你雕像 而且可能只有你 會想外面的那個頭像 你要怎麼解釋 中國高官的情婦都幾百個 有什麼情婦村 小三村 二乃村 三乃村 對不對 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耶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 你竟然用 醫學去證明 希臘神話故事 你要說他們是近親繁衍的話 是根據這個科學依據對不對 那東方的怎麼辦 中國的怎麼辦 女蛙造人捏泥巴耶 你們是泥巴人耶 泥巴有腦嗎 你要這樣說的話 你們都是泥巴人啊 你要確定西方人真的比較笨耶 當13到16世紀 歐洲在大航海時代 文藝復興 大興天文學 立抗教廷 物理學 生物學 力學 熱學化學 萌芽的時候 大陸這片土地在幹嘛 在大明帝國時代 鄭河下南洋之後 海進 東陵黨征 花錢買官 八股科舉 搞錦衣衛 東廠 甚至還有西廠 文治玉 饑荒 民亂 張憲宗 李志成 這都是自己人 S自己人啊 海盜崛起 不要以為那個時候的海盜流寇 全都是日本戰國時代 戰敗的大明來襲而已哦 也有很多是大明人 大明的海盜 勾結日本的海盜 組織在一起的 所以也有很多是大明的海盜 在打自己大明子民啊 但你們就把這個所有的鍋 甩給日本人 18世紀後 西方在第二次農業革命 第一次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在體制方面 很多國家 漸漸的從君主封建 改為民主制度 或者是君主立憲 總之在漸漸的放權 那這時候的大陸又在幹嘛 在皇權 在極權 在大清 在義和團 在反西方 在鬥爭 在太平天國文字域 在吸鴉片 OK 講到鴉片 你們不要以為鴉片全都是英國的錯 錯更多的是 我認為啊 大清當地的官員 他們其實是支持開放鴉片的 當然除了林哲許之外 因為很多當地的官員啊 都是有投資開鴉片館的 他們當然是支持英國的啊 這才是真正所謂的賣國賊吧 當時鴉片戰爭的時候 英國派三流部隊來打耶 大部分是新兵跟印度軍 新兵有經驗嗎 你大清全國兵力 即便是肉搏 打不贏耶 當然除了硬體的武器 有差距之外 但當時的英軍還是用前塘槍耶 不僅精度差 即便是老兵 最快一分鐘只能裝三發打三發 更何況是新兵 新兵在戰場上 一分鐘能打一發算不錯了 所以肉搏大清軍還是有絕對優勢的耶 結果大清入戰慘敗 你就知道是誰刻意在讓大清輸的 當然啦 還有這個軍紀嘛 還有這個環節心 還有向心力的這個部分 那更多的是誰刻意讓大清打輸的 所以我說在極窮國家沒有國語家 那是皇帝的事 君主史色祭 不管百姓或是臣子的事 因為他們沒有選票跟權利 他們可以明確的知道 我是被你奴役的 所以為什麼八國聯軍的時候 大清北京城的百姓 是在幫外國人打大清的皇室 所以為什麼大明末年一堆人 不在乎大明是否亡了 很多人投靠大清 或是早早寫信 給皇太極李志誠求個一官半職 因為對他們來說 李志誠當皇帝 皇太極當皇帝 崇禎當皇帝 對我來說根本沒有差 因為我都是沒有權利跟選票的臣子 誰當皇帝 你只要一句話 我就是我就是要 軍要誠實誠不得不死的吧 所以民主國家面對侵略的戰鬥決心 通常會比極權國家來得高 當然啦 我是說通常來說 而最近有很多的愛國留學生 在網路上痛罵日本 為什麼咱們中國現在留學生 在日本租房舉步為奸 為什麼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為什麼留學生在日本租房越來越難了 我今天看到這麼一張圖 離開日本前欠兩個月房租 砸了房間的牆壁 賠償費一共一萬五 然後全部賴掉 反正馬上回國了 再也不來日本了 然後還把櫥窗的門也踢爛了 還有的準備回國 然後把信用卡刷爆了 然後回國的 所以說留學生現在租房很難 十套房子可能就一兩套 能租給留學生 然後辦信用卡也很難 除此之外 你們還知道為什麼嗎 來我們接著看下去 整個國家小孩都受這種教育 還想要日本人好生好氣的對你們 而且我可以跟你們說 這不是個案 也不是針對特定國家 很多在加拿大跟美國的愛國留學生 也是在網路上教學 大家如何去欺壓美國或是加拿大的房東 因為這兩國法律是比較偏袒跟保護 訪客的 所以非常的可恥 他們還以此為榮推出教學 怎麼樣敲詐 而房東 就跟他們的大家長中共一樣 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他就是過去的歷史文件不承認 隨意氣當澳洲的紅酒 煤礦 台灣的水果 還以此為榮對不對 所以中國的社會氛圍就說 有個外賣的送過來 然後你就說 你個臭外賣的 我就是故意給你點500塊人民幣 你自己付吧 我不付你錢啦 我氣當啦 怎麼樣窮逼啊 活該啦 對不對 你們就喜歡這樣 明明是你自己沒有契約計算 你違約 你還取笑人家 希望你們以後都遭受這種待遇 真心希望你們永永遠遠都是中國人 千萬不要拉上我 因為我不配當中國人同意吧 我素質低 我比你們差 我比你們窮 所以呢 我不配當中國人 我覺得台灣人都不配啦 因為台灣又老又窮 對吧 合理吧 只有你們配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蕭蕭 今天拜拜